最后美国批评中国对待美籍华人薛峰的方式 而中国方面予以反驳 薛峰星期一被中国法院以间谍罪和盗窃国家机密罪 判处八年徒刑并罚款三万美元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表示对星期一的判决感到失望 并呼吁中方立即释放薛峰允许他返回美国 薛峰出生在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星期二说 薛峰的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 并表示此案属于中国内政 现年44岁的薛峰是规划入籍的美国公民 他在2007年底因向时任雇主美国咨询公司IHS 协商出售中国石油行业的商业数据库而被逮捕